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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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⑧ 何 知道在我做上数码化的过程 无意中让我发现一些方法可以用人工智能来重新移动 移动后恢复会比本多好看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 用一个网站就可以搞定 我只是想将我做了的成果放上Facebook与大家一起分享 何 知有很多朋友亲戚都问我 究竟怎可以做到这麽美 於是今天我拍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過程是怎樣做的 但在未做Restoration之前 我們首先要將所有相片 利用掃描器 掃描電腦 可能很多人覺得 用舊相片做一張新相片 用手機拍下來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要完全保留正確的比例 用掃描器是最好的 我現在掃描器一向都是 放幾張相片 它是自動會幫我分割的 分割完 一張相片放在包裝裡面 這樣就非常方便我一張一張去翻身 今天我們會用到一個網站 叫做replicate.com 千萬別以為用人工智能 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你看看replicate.com的主頁寫著什麼 Machine learning doesn't need to be so hard Run models in the cloud at scale 意思是說機器學習都不是那麼難 你可以用我們CREATE了的Models 當然我按Explore去探索這個網站的時候 它就沒有收我錢的 但見到Pricing這個字 即是將來收錢都不出奇的 我走下去就見到有很多很多的Models 即是可以做到很多有關人工智能的東西 但因為現在我的目的是restore相片 所以我暫時找到最有關係的 就是這個image restoration這個選擇 因為寫到明可以除模糊 可以修正顏色 和除去雜點 但原來進入到image restoration之後 還有很多選擇 經過多番試用之後 我發覺暫時最方便的就是 Microsoft bringing old photos back to life 這個選項 進入之後 然後你見到左手邊input的欄 下面有個checkbox 就是問你張相片是否高清的 那我張相片是scan進去的 自然我就不選高清了 放了張相片進去 再向下看一看 就還有個checkbox 叫做with scratch 應該take了它就可以除雜訊 這張相片雖然已經37年了 但雜訊也不太多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with scratch 就按了submit 都經過頗長時間的處理 經歷了四個stage 就得出一個這樣的結果 覺得滿意的話 你可以按download 儲存起相片 我用了相同的方法 將幾張差不多質素的相片 都修復了 這幾張相片的共通點就是 光線都充足的 而雜訊也不太多 所以人工智能 主要都是調整一下顏色 對比度、飽和度等等 至於相片的清晰度 就不見到它有改善太多 但無論如何 將相片真是新了很多 因為我給回37年前 這個肥仔看客 他都覺得很滿意 但是有些舊相片 本身scan了出來 那個resolution 又不是那麼高 那怎麼變得那麼漂亮呢 在這樣的情況 我就要用到 這個super resolution 這個module 因為它說到 可以將低清照片upscale 同樣進去也是有很多選擇的 我就用了這個real ESR GAN 因為這個可以按Face Enhance 去修補面部的細節 於是 我又找回30幾年前 一張失傳了的相片 這張相片 的resolution 真的差到無法再差 大家可以見到 是打光格仔的 但這張相片的片 我就沒有了 所以必須要這樣修補了 這張相片的解像度 就是百幾點乘百幾點而已 我就一次過把它放大十倍 加上Face Enhance 然後Submit 經人工智能計算之後 究竟效果是怎樣的呢 登登 嘩 又真是漂亮到無論 無論頭髮的細節 眼鏡框 以至襲衫的格仔 扭扣 所有細節都重現 唯獨不滿意的 就是眼鏡裏面的眼 很明顯 就不像我本人 好像整個南亞裔那樣 但也沒辦法 因為我原來這張相片 對眼都是被太陽眼鏡遮住 是沒有這方面的細節 用過這個 Old Photo to New Photo 以及Super Resolution 兩個模組之後 我接著就有需要 結合兩個模組一起用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這張相片 差得多厲害 這張相片是我三十多年前 剛剛開始教D&T的時候 教當年的同學 做了一張椅子出來 但這些人的面孔 是完全拍不到誰打誰 主要就是當年拍的時候 燈光不夠 再加上 那張相片放了這麼久 表面退色 又有刮花 所以我首先用了 Old Photo to New Photo 去修補它 看看可以有什麼效果 效果是怎樣呢 修補之後 確實是有些改善的 你看到顏色就改善了 張相片也沒有那麼夠 但我可惜對比太強了 有些人的臉皮黑 什麼都看不到 如果以往呢 我就會用這個Photoshop 去修改這個Contrast 但如果對於照片 用Photoshop 肯定就沒有了 人的眼耳口鼻 於是呢 我就在同一個網站上面 搜尋一個 Low Light Image Enhancement 的Module 嘗試一下修改 那張相片的光線 經過多番的試驗 終於有些成果了 於是我將第二輪 修改的成果 再放入Super Resolution裡面 經過第三輪的人工智能計算 究竟成果是怎樣呢 大家看看我的Facebook 就會看到的 很明顯 同期的四張相片 修補之後 都有很明顯的改善 雖然達不到 好像數碼相機 演出來的質素 但是所有人的面貌 已經清清楚楚 讓我顯示 三十多年前 這班同學的樣子出來 經過今天的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 replicate.com裡面的Module 有多厲害 但其實replicate裡面 這麼多Module 我只用了一小部分 而且好像replicate這樣的網站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希望大家 都可以跟我一起去搜尋 一些有用的人工智能的網站 同樣也可以知道 人工智能雖然好像很深奧 但其實我們都可以應用它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